哈喽大家好 我是狠人员那一赞 我们和萌叔 今天是地方特色零食第二大 如果不好吃的话 只是我们找到这个牌子不行 第一个 湖南粉丝推荐的 辣妹子橘片爽 橘子罐头 它怎么好意思叫辣妹子呢 它和辣妹子的关系是 我以为它是辣的了 我以为是辣椒的那种 5块钱260罐 我以为是什么泡椒橘子 10块 还纯橘子呀 那这可不可能难吃呀 据说是从冰箱里拿出来又更好吃 5块钱罐当然也是便宜 你要知道你在很多奶茶店吃到这种罐头 这个产品很牛 是湖南只销往湖北的 为什么 然后湖北的朋友 据说他们送礼很喜欢送这个 为什么 辣大 这是罐头的味道 跟你想说吃的橘子罐头有啥区域 有点酸 我还是比较喜欢吃黄桃罐头 它是有点像火上烤橘子一样 烤得有点香香苦苦的感觉 表示一句尊重 我是喜欢吃这味的 下一个 我不敢相信它居然也能算特产 什么 这是我的童年好吗 浙江粉丝推荐的 长鼻王 你吃过吗 我生的家人就有 对吧 江浙沪外 都应该吃过 甚至北京朋友应该也吃过 应该吃过 那应该是浙江的厂是吗 对 如果它的生产地是浙江的话 我就承认是你们的特产 好的 加新的 浙江的 吃过这个的宝贝扣1 没有吃过的扣2 我以为这个一直是我们写现成生产的 没有 所以小仙人真的不是长鼻王 是长鼻盖 长鼻盖 对 长鼻王我们小时候假货特别特别多 它外面就是那种酥酥脆脆的 童话食品 然后里面会有那个加新鲜 很好吃 现在是30块钱一整包 小时候我就记得 一根要一块钱吧 对 一根要一块钱吧 这么贵啊 那我确实是假货 因为人家小时候 他都是一个一个卖的 他们不卖太子 而它外面是这种有点微微的咸 嗯 奶的夹新好像没以前那么浓 哎 它怎么干了 是啊 我觉得里面是有点湿湿的 以前是像奶油一样 它怎么变硬了 它怎么变硬的油啊 像酥脆了 我的童年居然变了 我百分百确定 我小时候吃的里面一定是软的 那你摄影了 长鼻盖 而且小时候东西变得不是很正常吗 就比如说大白兔 他肠都坏了 他怎么跟我小时候不一样 下一个 江西的哥哥 哥哥 你说什么呢 头一直在出镜 豆角干 鸽子的鸽 好像辣椒 嗯 它好有相机 你是嚼不动吧 对 而且它是蒜香的 它真的很像菜 就买一盒 那已经被我们吃得上多了 好吃是不是 好吃 它跟以前吃那种辣椒 吃那种辣辣的感觉不一样 它主要是蒜香 它不是辣椒 它是豆干 像菜 对 好好吃啊这个 真的有点烧烤的味道 还简单小小的可以拌饭吃 下一个苏州的筋筋豆腐干 巨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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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就吃 这个包装真的好不早 像肥皂 对 差不多7块钱一盒 我记得小时候 我有两个自己梦中的城市 就觉得很高级的城市 一个是苏州 一个就是沙海 我小时候这两个地方 零食吃的特别多 哈哈哈 你小时候吴西安很牛 现在不牛了 我认识政府会看我们视频 网信办的会看 哈哈哈 好夸响 因为那时候吴西是江苏第一嘛 他以前有什么用 好还不提汤彦勇 哈哈哈 加油加油 他会稍微的有点偏甜一点 它是那种甜豆干的感觉 但是它有挺多的味道 就属于在超市里面都会有一排 然后会有一排给大家当个礼物 伴手礼会带走的 嗯 你小时候吃到的还气息是吗 没有任何气息 就是爸爸爱我 哈哈哈 这需要什么鸡 还要烤100分吗 我不知道它的鱼儿里面是什么 你每次还是必须要烤100分 才能有一个东西可以吃吗 不是这样吗 当然不是啦 不能纯粹的因为爱吗 就不就是说要请你吃外面吃顿饭 你这次考试要考得很棒哦 这就是养成的孩子 永远就是那种唯利是图 所以你现在跟我工作了 你不带行呢 我跟你工作怎么了 觉得很优秀 我不想自亲自见 我至少觉得我是优秀 你理我都不知道 哈哈哈哈 那我们尝尝看 小的时候我们吃这种豆腐干 它汁水会更多一点点 它现在感觉是它味道会干一些些 然后还是很好吃 是你要吃这个味道吗 就是有点甜 就是这样的吗 这还不够甜 那你是没有吃无锡的特产 酱海骨 哈哈哈哈 超市里面带走的那个 那是真的甜 下一个新疆的辣皮子囊 33块钱毛钱5包 哇 还挺贵 6块钱一包呢 那是因为卖到我们这儿 我们这个牌子不知道好不好吃 它很厉害的 它是在囊中间加辣椒的 哇 那不是饼吗 它是扛饿的 它可以掰开来泡泡面吃 是我们这儿的饼干的样式 碳水大炸蛋 哇 好大个饼干啊 它竟然冰点大 哦 看到辣椒了 看到没 好多辣椒啊 救命 别吃 20年之后我们还能破镜重约 陈鸡饼我以为带粉里面 500年之后 人家把你挖出来 前两个刚看了个热搜 说看了多少多少年前 是个锅巴 嗯 锅里的锅巴 啊 对 好锅里面 太牛了 真的 别想说它好吃 嗯 好香啊 像我小时候那种酥饼 但是它是带着辣椒味的酥饼 我本来想说 表示余尊重 这居然是好吃的 救命 它里面的辣椒不然是软的 它外面是像酥饼一样的 是不是 热微微的辣 它的辣椒更多像一些酱馅 它就很像是酱香饼啊 是啊 内馅版的酱香饼 有没有新疆的宝贝 你们那边会有现炒现做 圈那种热热的里面那种 辣皮子饼 囊吗 那里面好吃啊 是啊 该不会它吃的时候 是一把羊肉串 哇 那个山东 四伯小饼 大牛饭肉辣嘛 我们一定好吃 好 本周的地方特产联衣食 就是这样 不知道你在心动的是哪一个呢 哎呀我今天觉得最好吃的 不是我的豆腐干 那不是你童年零食吗 我觉得那个狼翼还不错 长鼻王应该更好吃一点 是不是 当然我们这长鼻王非常有信心的 但是它变了 跟我家里长鼻王不太一样 蛤 我是不是长鼻王长鼻干 那你家里那个是错的 不知道大家那边本地 还有没有其他更加好处的小零食呢 欢迎来到评论区港部社留言 我们还可以再做下一档咯 今天视频就是这样 爱你们